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午餐时间 我们同样的 今天咖喱股跟这个手套股呢 也是不用看一片红 但肯定就是没有出现之前 我所讲的这些讯号 所以就暂时不用看 现在呢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股 这个呢是 FERRAC 为什么要看呢 主要因为呢之前也是讲过说 我们要观察它这个形态嘛 这形态呢现在就是这种形态 这个就是 额头肩底 头肩底啊 这个是头肩底 是一个上涨的一个形态啊 之前有讲过说它已经是突破这个顶线 然后呢现在又弹回去 现在又回来 为什么今天我会我会讲它呢 是因为今天呢它在颈线附近呢 又弹回去了 之前就讲的说有几个操作点 马路点吧 第一点呢就是说你突破的时候 你是第一个马路点 如果要更安全的话就等到回来的颈线的时候 再弹回去的时候这个就是 第二个马路点 这是第一个啊 当然这个要分场 分不同的场位 所以现在呢今天呢 早上啊 我们要等到收盘的时候才知道是不是 早上的时候呢就说 今天呢它就 再来 盘回去了 哎呀今天是盘回去了啊 ok这样是不是 这个是 一个讯号呢 这个如果是账在 形态来讲呢 啊这个是一个讯号来的 这边这边第一个信号 这边是第二个信号 呀当然 如果你要等到讯号确认呢 就要等到收盘 呀它明天早上的时候再看 今天早盘的时候 它已经弹账来了 这样它会不会在收盘之前 继续maintain呢 啊继续维持在这个地方呢 啊这个你可以注意一下 然后你就看一下4.55分的时候 它有没有 它有怎么 它是不是才在这个附近 呀ok 呃 这个就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呢 就是这个MX 20 MX20呢 如果你follow那个 呃 那蓝币 反车 呀 就是说 它上涨的时候 然后股价 跌下来 又上飞去 这个是上涨啊 这边呢 跌回来又上飞去呢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买点 这个也是格兰币讲的 所以现在呢 就说它 是不是有个共整 又出现了 就两个同时出现的两个买点 像是不是会好一点 呀 当然如果你要confirm的话呢 你就要等到收盘 看下它会不会是不是真的是 脏上去 脏稳了啊 那个时候当然是会更加确认 呀 呃 4点55分的时候 你来看看下 你再去注意一下 它会不会脏脏这个MX20 呃 而且是脏稳在这个景线这边 啊 这个就是一个买路信号 ok 当然 呃 如果你买路了 它这破景线 你可能就要把它卖出了 呀 呃 当然是等到它收盘的时候 才看的 ok ok 这个就是我的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呃 当然这个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并不构成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расск订lah 也 连 يم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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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